大家好 來關心天氣 那麼今天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朋友 感受秋涼的感覺非常的明顯 主要這個入秋以來 比較強的這一波東北季風 現在持續影響 而且這一波會一直持續影響 到下週二 才會逐漸的回溫 所以大家 如果你是比較容易感覺涼的話 那你這幾天外套一定要準備好 而且你的外出可能要帶個雨具 但是中南部地區 天氣還是晴朗 所以大家 南來北往的溫差感覺比較明顯 不過接下來大家可能期待 還會不會有秋老虎的空檔呢 那目前看起來 除了星期三 星期四天氣稍微回穩之外 接下來另外一波的冷空氣 又會再更強一些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 在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上面 首先星期日 明天還有一天的週末 大家如果要安排戶外活動 往北走的話 北部 東部 都還是有鎮雨的天氣形態 那麼在溫度的部分 北台灣的高溫 大約只有在22度左右 早晚也是稍微偏涼 那麼在外出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 尤其在沿海地區 震風還是比較大一些 但是在中南部地區的高溫 還是可以來到30度 所以剛剛有特別提醒 南來北往溫差比較明顯 星期一 星期二 還是持續受到 這一波東北季風的影響 而且冷空氣會再稍微增強一些 北部地區的高溫 掉到剩下20度左右 那麼另外沿海地區的震風 都還是偏強 而且因為冷空氣增強的感覺上面 你在溫度變涼的情況之下 會更濕涼 所以體感溫度會再下滑一些 到了星期三開始 冷空氣逐漸的減弱 溫度回暖 那麼北台灣的高溫有回溫 但是也是回到大約23度左右 回不到之前30度的感覺了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 一樣天氣晴朗 但是我們注意到 下面有一個多雲下雨的情況 主要是在星期四之後 受到封面雲系通過之後 開始會有一些短暫震雨出現 那麼星期四開始 溫度還是感覺稍微偏暖 但是會有一些震雨開始出現 到了星期五之後 北方的冷空氣開始移入 溫度再次的下滑 那麼這一波的冷空氣 會比之前再強一些 高溫的部分在北部地區 大約掉到剩下21度左右 那麼在低溫的部分 就要注意到了北台灣 尤其沿海空曠地區 掉到剩下14度 那麼這個比較偏冬天的感覺 已經要出現了 所以接下來溫度的部分 變化幅度會越來越偏向寒冷的感覺 大家外出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我們先從這一張的 色調強化雲圖 先帶大家來看到 目前可以注意到 在長江出海口附近 有大片的水氣帶正在移出 那麼很慶幸它的水氣帶 比較偏高尾度一些 因此我們在台灣附近 只有一些的零星的水氣通過 但是今天還是因為 這個偏東北風的關係 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地區 都還有發布了豪雨特報 那麼宜蘭 花蓮 台東 都有一些的陣雨出現 那麼接下來在降雨的區域的部分 我們就趕快帶大家來看到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主要還是基隆北海岸地區 宜蘭以及新北市的山區 都會有一些的陣雨出現 那麼到了星期三的時候 冷空氣開始減弱 風向轉為偏東風進來 但是在宜蘭地區 都還是有些短暫陣雨的機會 到了星期四 北方開始封面逐漸在接近 那麼在中部以北地區 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區 還有東半部的陰封面 也都會有一些陣雨發展 所以未來一周的天氣狀況上面 往北往東走都還是一樣 記得帶個雨區來備用 接下來我們從地面天氣圖 帶大家來看到 在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持續受到的這一波 東北氣風的影響 可以注意到高壓的中心 逐漸在往南移 那麼冷空氣也開始 一波波持續的送進來 星期一的這個時間點 北部東半部地區 感受上面會再更涼一些 北部的高溫 掉到大約剩下20度左右 那麼到了星期三之後 溫度會逐漸的回升 但是要注意到 到了星期三 也就是15號 我們看到這個時間點 雖然台灣附近 吹得比較偏東風進來 東半部有些零星短暫的陣雨 但是北方的高壓系統 逐漸要南下 到了星期四 高壓就會來到大陸的 四川附近 這個時間點冷空氣 就會開始送到台灣的附近 方便會先通過 接下來溫度就會一路下滑 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低溫 就掉到剩下19度以下 尤其有些地區會掉到 只有在14度左右 大家外出的話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一定要多加留意 下一波的冷空氣會更強 我們來看一下 在各地的詳細預測 在北部地區 明天還有一天的假期 你往外走的話 桃園 以北 都還是有些陣雨的機會 新竹 苗栗 雲釀稍微偏多 中部地區多雲稻晴 高溫的部分 還可以來到29到30度 而在南台灣 同樣天氣晴朗 高溫在30到31度 東半部地區 都有下雨的機會 尤其你往宜蘭走 靠近山區 有局部大雨 甚至好雨的可能 而在外島地區 馬祖高溫在20度 金門跟澎湖 可以來到25到26度 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可以看到星期二之前 北部東半部 都受到迎封面的影響 有些短暫陣雨 在星期三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些局部陣雨的機會 星期四封面通過 北部跟東部有雨 接下來轉為 比較偏乾冷的天氣型態 而在外島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一週 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在星期四 星期五之後 馬祖 金門 澎湖 都會有一些 短暫陣雨的機會 小丁寧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北部比較偏涼 南台灣偏暖 因此你在週末 南來北往的話 要留意一下 溫差可能來到10度之多 另外沿海地區 都有8到9級的陣風 海邊騎車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 我是陳志哥